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凉拌海蜇 不管是海蜇皮还是海蜇头 它都是一个冷处理的过程 我们不能用热水 海蜇买回来 第一件事情就清水洗干净 海蜇头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沙子冲干净就好 海蜇皮呢 这个衣要全部给它搓掉 弄干净 然后再清水浸泡 泡几个小时或者更长都可以 清水中途可以换个一两次 把它本身的咸味最好泡掉 最后过一下净水或者冷开水 沥干水切丝凉拌 差不多改成一寸半到两寸的宽度 那最后拌呢 海蜇头我们今天拌麻油的 我们放一点香醋 老抽 糖 麻油 拌匀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拌葱油的 盐鲜 盐鲜 糖 葱 葱花 滚油淋上 拌匀后就可以上周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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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